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 同样,这一期节目的文案我们也会放在视频下方 我们看到今天在机构抱团股集体下跌的影响下 护生指数是继续向下调整 其中深圳三大指数的跌幅相对更大一点 都在两个百分点以上 不过成交量方面依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今天护生两市在大约七成股票下跌的背景下 市场的交投气氛还是可以的 76家涨停或者涨幅超过10%的公司 对比38家跌停或者跌幅超过10%的公司 说明目前市场的交易情绪并没有和指数一样萎靡不振 那么今天在大盘方面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北向资金今天是结束了连续四天的净流出 今天是净流入43.04亿 其中大部分是发生在上海市场 并且我们看到今天银行板块在盘中有出现资金护盘的动作 第二今天贵州茅台是再次遭遇了北向资金减持6.06亿 但是贵州茅台今天还是守住了2000块钱的位置 全天市报收在2008.89元 仅仅只有小幅下跌了0.55% 我们不管今天的北向资金是真的外资 还是穿着北向资金外套的护盘资金 但是今天在盘中确实有出现一股稳定大盘的力量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今天券商板块在尾盘附近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砸盘 其中中心箭头5.45%超过半个跌停板的跌幅是最引人注意的 打开中心箭头的日线图 我们看到今年中心箭头同等级别的跌幅还有过两次 分别是在2月4号和3月9号 对比上阵大盘或者是券商板块的日线图来看 这两次之后大盘都是出现了一波反弹 目前我们暂时将券商板块今天尾盘的下跌 看作是大资金的刻意砸盘 因为直到我们在编写文案的时候 并没有实质性利空的消息传出 那么如果是大资金刻意砸盘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些观点应该就是可以成立的 再加上4月15号也就是星期四 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时间即将结束 所以我们认为明后天当上阵大盘惯性下跌到3400点附近时 我们可以考虑抢一下反弹 但是要提醒一点的是从今天中国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来看 虽然我们不确定3400点附近的反弹空间会有多少 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我们认为不会太强 板块方面我们想说两点 首先周期股这边我们看到今天钢铁板块是继续强势发展 之前我们说过因为上游铁矿石价格目前还在高位运行 所以钢材价格想要回落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接下来这一类周期股我们可以观察两个方向 第一从最近公布业绩预增的几只钢铁股 他们的季报和年报来看 几只钢铁股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大幅飙升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产能大幅提升 而是因为产品价格上涨 导致产品利润出现大幅走升 那么所以对于这一类因为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周期股 我们后面要看一下他们季报里面公布的产品库存情况 因为在产品价格涨扎的背景下 库存对于公司来说就是钱 所以库存相对较多的公司 后面第二季度财报相对来说也会更加漂亮 第二原物料族群之前的一波上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对于后面 中国国内需求的一个想象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中国内地部分行业的需求确实是好于预期的 但是整体上中国国内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劲 因此原物料族群这边的上涨也是暂时出现的休息 那么现在另一边需求正在大幅走升的美国就成了关键 如果说后面美国国内的需求出现连续报复性增长的话 那么原物料族群这边就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波上涨 毕竟我们说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产能是在中国这边 另外这里还想提一下 大家在选择周期股的时候 可以优先考虑去年表现不是很理想的几个周期股板块 其次因为日本准备向太平洋排放和废水的关系 今天环保和水产养殖板块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 不过对于这一类短线题材我们建议 如果你不能做到实时盯盘的话 那么谨慎其间可以不用参与其中 那么这里我们还想提一下阿里巴巴和顺丰控股 我们看到随着周末监管部门对于阿里巴巴182亿的罚单落地 今天香港股市中阿里巴巴是大涨了6.51% 似乎有一点利空出尽的感觉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对阿里巴巴还是保持一份谨慎 简单说吧 182亿的罚单虽然数字很大 但是能看出监管层并没有对阿里巴巴下死手 那么现在的关键不是这张罚单 而是罚单出来之后会怎么样 简单提两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第一和谷歌等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一样 虽然西方的监管机构也是屡次对谷歌这一类的大型互联网公司 开出过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的罚单 但是总的来说 这些罚单并没有改变这些公司的业务性质 也没有减轻西方监管机构对这些公司权利的担心 而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在中国只会更加突出 因为接下来中国所有的私营企业 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跟北京的良好关系才能生存 而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题目 第二 大家仔细去对比一下 中国监管机构之前发布的互联网平台 反托拉斯执行指南的草案 和今年2月份公布的最终规则 你会发现之前草案中的一些条款不见了 而这些消失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中国监管部门 在某些情况下判定公司是垄断者的门槛 所以我们说182亿的罚单是小事 而罚单开出来之后的那些才是关键 另外顺丰控股这边 周末顺丰控股的董事长在回答机构的提问时表示 顺丰控股在今年第二季度肯定不会再亏损 但是全年利润还不能回到去年的同期水平 这句话显然吓坏了很多机构 但是反过来 虽然短线顺丰控股没有操作价值 但是在股价回调之后 作为一部分组合配置标的的价值 我们认为还是存在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龙虎宝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竞争持的有四家 分别是电力行业的华能水电 新能源板块的云南能头 环保工程这边的中电环保 以及次兴股板块的离子源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北乡资金个股情况 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入前六名的分别是 三一重工 宁德时代 中国平安 中国中免 伊利股份 以及耀明康德 而今天北乡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只有四家 分别是顺丰控股 贵州茅台 五粮业 以及干风里业 那么这就是今晚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